大家跟后面接什么最好 向上生长 接得真好 我在想要用哪个题目 生命成长是最重要的 向上生长 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我们的目的 昨天没有睡好 笑的人知道为什么没有睡好 测验难鸣 参加完小组 很生气 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还太软弱了 盖的房子一点都不结实 一个晚上没说话气的 生命的成长 不是空穴来风 没那么容易 一方面我们需要养分 还需要吸收养分 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一棵树木 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的根 一棵树能长多高 它的根就有多深 我不知道这对不对 但是我想通常来告诉我们 向下扎根的重要性 人跟树其实都一样 哲学家尼采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其实人根树是一样的 人越是想往高处的阳光 它的根就越要升向黑暗的地底 建立根基才能够向上生长 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 在这个中国发生了最大的一场洪水 今年也有洪水 在98年的受灾的群众达到两亿 那个就是这个碑就是为了纪念 当时抗洪救灾的时候建的 当时的国务院的副总理温家宝 他是抗洪的总指挥 然后为了纪念就建了这个 当时有很多酒吧抗洪 我想在国内的人都知道 有出动了很多的武警官兵 解放军去救那些灾民 然后这个洪水灾结束之后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是朱镕基 他就发明了一个词 现在我们一直在用的一个词 叫豆腐渣工程 豆腐渣工程 因为他发现这个房体的这个坝的根基 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根基不稳 所以现在我们用这个词 豆腐渣工程就形容那些 出自滥造的 偷工减料的这些的工程 希望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不是一个豆腐渣工程 遇到一些事情就一推就倒了 我们基督徒生命要像这一栋楼 我网上找的 这一栋楼是号称最牛的教学楼 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 房子都倒塌了 在这一栋楼就没有倒塌 稳固的根基 如果有稳固的根基 就像这栋楼一样 那么可能会减少很多地震的死亡 耶稣今天用这个比喻 在讲两种不同盖房子的人 圣经的作者马太用了一个对比的写作手法 非常的明显 把一种人叫聪明人 一种人叫无知的人 或者新一本圣经翻译成愚蠢的人 愚蠢的人 他们都在做同一样的事情 他们都是在盖房子 而且他们都把房子盖起来 都很漂亮 房子的表面你看不出任何的区别 都很漂亮都可以住人 但是他们的不同就是 一间房子是盖在这个磐石上 另一间房子是盖在沙土上 因为所盖房子的根基不同 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当然在风和日历的时候 没有风没有雨的时候 两个房子都看上去一样的漂亮 都能够住人 但是当暴风雨来的时候 雨淋的时候 水冲的时候 风吹的时候 这两种房子就产生了 截然不同的结果 盖在磐石上的房子 屹立不倒 但是盖在沙土上的房子 就倒塌了 金文说 而且倒塌的很厉害 很大 盖房子 我想如果我们当中是搞建筑的 我以前的工作 也会参加很多的建筑的工地 那地基是很重要的 通常不同结构的房子 对地基的要求是不一样 占到工程的总的预算的比例 也不一样 通常好的房子的地基 可能要占到20%到40% 根据不同的土质 我们知道在Bernaby 温哥华的地基就非常的硬 很多是非常硬的 所以盖的楼就比较高 如果是列治文 它的土质就比较软 所以在盖房子的时候 你去看他盖那些高层的时候 那个地基就要特别的夯实 做这个特别的工作 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夯实这个地基 所以列治文的高层呢 我不知道通常都不会太高 可能20多层 但是你们知道温哥华 最高的楼在哪里吗 在目前应该是在Bernaby 在Bernaby 是Downtown吗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Bernaby跟温哥华 地基就比较硬 地基比较软的话 可能要盖高楼的成本就非常高 聪明人和无知的人 用两种不同的根基来盖楼 当然主耶稣用这个比喻 不是在教我们怎么去盖楼建筑 而是在告诉我们生命的问题 基督徒的生命是否强壮 关键在于我们的根基 什么是聪明人 在经文里面讲到聪明人 他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 那个比喻 房子盖在磐石上是什么呢 在前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什么叫房子盖在磐石上 就是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那么在这个对比当中 那个无知的人 就是他说听见我的话不去行 聪明的人对耶稣的话的反应 是听见然后去行 无知的人同样也是听见 他不是没有听见神的话 他也是听见 但是他的反应是不去行 而这两种人相同的一点 他们都有上帝的话 他们也都听到了上帝的话 但是不同的就是 听到上帝话之后的反应 会造成一个生命 完全不同的结果 昨天我们在小组 刚才我分享 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明白 很多我们都明白 夫妻关系怎么处理 道理我们都明白 都听见了 觉得讲的都很对 问题是在操练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 怎么去行 有一句话叫 中国的话叫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做起来太难 道理都懂 我们教孩子的 我们做家长的 特别是教我们孩子 都是像模像样的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行 讲的都很对 但是遇到自己的时候 可能自己也做不到 我们都知道要改变自己 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要改变自己 我们不是要去改变别人 道理都很明白 但是操练操练操练的 就去尝试着去改变别人 就去帮助别人 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 撒种的比喻 他讲到撒种 有很多的种子 可以撒在非常浅的土里面 可以撒在有荆棘的土里面 可以有些种子落到了路旁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撒种的比喻是讲到隔旧 但是同样在比喻对我们信徒有什么帮助呢 我在想 我们通常会发现有些种子 真的是落在我们这些信徒的路旁 我有时候听网上的讲到 有些牧师很喜欢互动 我也在学习 我的互动不多 我要学习互动 这位弟兄 你跟旁边的讲一下 耶稣爱你 对吧 大家有没有听过 大家对旁边的人讲一下 耶稣爱你 这非常好 我觉得这样的互动 一方面就是防止大家打瞌睡 实在听得很梦的时候 然后这样弄一下 这样搞一搞 那就是也不打瞌睡了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对旁边的人 讲一些话 这些话其实是对我们讲的 我们就把这个种子 把这个道听到了 搬到了旁边的人身上 牧师 哎呀牧师今天讲的挺有道理的 我老公要是来听就好了 神的道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 我不是说不应该去提醒别人 但是最主要上帝的话 是对我们自己来讲的 我们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 通常应用的经文就是 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句话 最听得尽的不是妻子 最听得最舒服的是我们丈夫 然后拿起圣经很大声的读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呢 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 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他对我们丈夫也说话 他说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妻子 通常这句话我们就 说的比较小声一点 有的时候我们的次序是乱的 我们的次序是乱的 我们先要管好我们自己 我们才有机会 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当飞机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个空中的服务员都会说 你先把这个 这个氧气的这个桃子 先套在自己身上 再去帮助旁边的人 如果你自己都是不健康的 当你去过分热情的 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可能就是乱 不但要听到 要行到 不是自己去行 主要是自己去行 不是去告诉你旁边的人 怎样去行 有的时候明白圣经 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最困难的是听见了 能不能去行 让谁去行 听到就如同 听到就如同上面的这个建筑物 这个房子 但是行到就如同下面的这个根基 听到越多 如果你不去行到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你听得越多 你什么都不去做 那是最危险的事情 好像一栋房子就没有根基 拼命地往上盖 那很快 不要风吹 不要雨淋 你越往上盖 你倒它的又越快 如果树没有根基 怎么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呢 在孟子这本书当中讲过一个故事 宋国有一个人 他就种庄家 他看 这个苗长得太慢了 我有一个快速有效的方法 就把那些苗就一根一根拔起来 很快就长得很高 是苗长得高了吗 我们都知道苗都死了 把苗助长 要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 我们的生命同样是 遇到是同样的问题 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会问 也有很多的疑惑 confused 为什么我信主了 我的生命怎么跟以前差不多 为什么我信主了 我还有那么多的抱怨 为什么我信主了 我没有平安 为什么我信主了 我的脸都是苦巴巴的 没有喜乐 难道是上帝的话 失去了果效吗 是神的话没有用吗 还是你自己没有用 你和我没有去 好好的使用 操练 应用上帝的话 没有去经历 上帝话语的能力 在雅各书的第一章 二十二节 他讲 讲得很清楚 他说你 只要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的听道 他不是说不要听道 他说不要单单的听道 否则就是 自己欺骗自己 只听道不行道的人 在这里雅各说 是自己在骗自己 自己在蒙控自己 有了神的话 但是种子没有 种在自己的心里面 自己的路上 而且种在旁边 然后经文说 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就忘了 照镜子 我想姐妹会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要照镜子 为什么要照镜子呢 臭眉是吧 很多时候臭眉 照完以后 哎呀 我很漂亮啊 当然也可以啊 但是照镜子 可能有更重要的 就是让你看一下 你的头发有没有 我最近照镜子比较多 因为头发掉的比较厉害 照一照看看 每次 虽然整理的不好 但是每一次 上台前 我也到洗手间照一照 看看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头发放多一点 在这里 照镜子 主要不是让我们去臭眉 照镜子 主要是让我们看一看 整理一下 有哪些地方 我们还可以把自己 弄得更好 还可以有一点改善 有一些提高的 听道同样 不是满足我们耳朵的需要 听一听 有什么好听的故事 有什么新鲜的新闻 上帝的话 也很有道理 这个传道讲得不错 那个牧师今天讲得很闷 听道不是听书 听书是娱乐 听道loggers 上帝的话 是改变我们生命的 其实在旧约的时候 先知以西节就这样 责备他的百姓 以西节说33章 他说人子啊 你本国的人在城墙旁边 和各家的门口 在谈论你 弟兄对弟兄彼此说 来吧 听听有什么话 从上帝耶和华那里来呢 他们也是成群的来到 你的那里 坐在你的面前 像是我的子民一样 其实 他们听见了你的话 却不去醒 他们听见了你的话 却不去醒 他们只是用口 用嘴巴 来表示爱慕 他们的心 却是追随不义之才 当时的以色列民 同样也是像我们这样 成群的 跑到教会去听上帝的话 去听道 他们也听先知传 养神的话语 但是他们不去行 他们不去做 32节经文继续说 在他们眼中 只不过是一首情歌 唱得很美妙 弹得很悦耳 信息不错 也很动听 故事也讲得很好 也很match 这个讲道 很好听 我也没有打瞌睡 但是 先知则为他们说 你们听完了以后 你们却不去行 基督徒的生命 是否稳固 不在乎自己听多少道 也更甚至不在乎 我在讲台上的人 讲多少道 而在乎我们能够遵行 是否能够遵行主的道 单单听道是很容易的 当然我不是说不听道 首先我们要听道 因为不听道 你不知道怎么去做的 你如果不听神的话 你一定会听其他的话 你一定会听世界的声音 你一定会跟着这个世界的标准 世界的潮流 随波逐流 所以你不听道 那么就听世界 世界怎么说 什么是成功 世界怎么说 我们怎么去做 但是光光听道是不够的 光光听道是不够 听完之后我们要去做 否则我们老我的生命 很难改变 生命不能成长 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不去行道的人就等于把自己生命的灵命的根基建造在这个沙土上面 风平浪静的时候 这两间房子看着都一样 但是人生的狂风暴雨 生命的挣扎 困境的出现 或时或早一定会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狂风暴雨来的时候 只有真正建立在磐石上的根基 才是不动摇的 在美国芝加哥有一家很大的教会 叫柳西教会 那个church 他们做了一个 在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查 他说为什么基督徒 为什么很多的人 基督徒 他是走不愿意 主日去教会 有的时候 不是很有规律去教会 他发现五个原因 其他两个 第一个好像是奉献 因为奉献对 参加有一些的 其实这也是操练的一个部分 因为当你需要去真正的去操练奉献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是很困难的 那第二个是觉得教会很沉闷 所有的这个程序都是 永远不变的 我知道下一个是什么 那后面三个原因 都是跟讲台的信息有关 第三个原因 他说 牧者讲道的信 很沉闷 没有生气 第四个是 他讲的内容 牧者讲的内容的信息 跟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都是高高在天上的事情 第五个是 牧师的信息通常让人觉得很有罪纠感 每一次出了教会就觉得 哎呀 又犯罪了 又好像又是一个怎么样 那这个是他的调查 但是从这个五个理由当中我们发现 讲崇拜当中的信息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通常 所以讲台的服饰是一个牧者最重要的服饰 但是如果这些的信息就像这个调查当中的人 只是让你明白一些道理 那其实外面也有很多道理 如果这些信息 你听得到 帮助不了你的生活 可能有些人就没有兴趣去听 不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些道真正的去实践出来 这些的道理对我们真的有多少的帮助 耶稣是最伟大的讲道者 在这个比喻的最后 经文说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众人都吸其他的教训 因为教训他们的正是像有权柄的人 而不像他们的文士 神的话 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权柄 我不知道今天在讲道的时候 你们怎么看我在讲道 你们是觉得我是像文士的 文士是什么呢 就是只会讲不会做的那些人 耶稣批评了 这些人在讲台上讲得非常好 头头是道的 但是做不出来 所以没有权柄 说得很漂亮 说一套做一套 但是会不会弟兄姐妹认为 一个牧者在台上的讲话是在宣讲 代表上帝在宣讲他的话语 神今天就借着顾牧师来跟你说话 让你的生命能够改变 不是像你旁边的人 而是在向你自己说话 有的时候我们做牧者的挺沮丧的一点 就是很辛苦的准备了 花了很多的时间准备了讲章 弟兄姐妹听了没有 我不是说我们的弟兄姐妹非常好 都会有很 很positive的feedback 牧师特别好 对我很有帮助 这是听到这些 其实让我们做牧者的是很有 很有安慰的 但是一个事实就是 在这个会众当中 在两个小时之内会忘记80%听到的东西 然后到了明天可能就只剩下 记得这个讲过的那个小故事 那小故事挺好玩的 其他就没了 如果神的话不去操练 很快就忘记 很快就会忘记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够在心里面 能有多少句的经文 你不但是能够背出来 而且你对这句经文是有感觉的 曾经帮助过你 你曾经经历过这一段的经文 这句的经文 如何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向下扎根 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 然后之后他讲什么呢 他没有说凡听见我的话 你觉得很好听的 凡听见我的话 觉得很有道理的 凡听见我的话 我下次还要来听的 他没有这么说 他说的是凡听见我的话 又去行 凡这个字 在原文当中就是 所有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你们听见了 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听见了 但听见之后你们的选择呢 去行 耶稣说那就是一个聪明的人 那个聪明人所盖的房子就不会倒塌 不去行 就是一个无知的人 盖的房子 虽然看着很漂亮 但是风一吹 雨一淋 就倒了 有病的人 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看医生 我们都是有病的人 我想我们基督徒都承认我们是有病的人 耶稣说 康健的人是不用医生的 有病的人才用医生 我本来是遭遗人 不是遭罪人 我们都会去看医生 都看过医生 他看完医生之后呢 我前段时间牙齿 这个牙齿痛得很厉害 牙疼不是病 痛起来很要命 真要命 然后熬了一两天 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去看医生 看牙医 然后牙医跟我一看 他说你的发炎 发得很厉害 要吃一个消炎药 他问我 你要有什么过敏吗 那通常我们医生都会问这个话 因为过敏很危险的 那我自己是记得 这件事情我记得很老 我一定要告诉医生 因为我青梅树过敏 青梅树过敏 有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打青梅树差一点 就要了我的命 就是过敏 所以我说我青梅树过敏 他说他刚开好的药 他把它 我重新给你开 这个药你不能吃 因为青梅树过敏的人 这个药不能吃 的确有的时候 不是每一副药 我们都能够去接受 但是有病的人 一定要看医生 一定要吃药 后来医生就给了 我开了另外一个消炎的 但是弟兄爷们 我们想一下 我面对这个药 我该怎么做呢 我要不要吃呢 第一个我可以认为 我没有病 我可以认为 我没有病 但牙痛 很明显 我肯定有病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通常认为 自己是没有病的 我不需要吃药 所以你的病 就不会好 你如果真的有病了 你认为自己没病 你不会去吃那个药 你不会去吃那个药 第二就是 当这杯药 我拿到以后 放在桌子上 我倒了一杯水 我要打开那个药瓶 我要把这个药 吃到我的肚子里去 那我的病才会好 如果你不吃这个药 再好的灵丹妙药 跟你没关系 也治不了你的病 我们不去吃 如果你觉得这个药 是能治好你的病的 你为什么不去吃 出现什么问题 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会怀疑 或者我们会认为 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病 或者我们会怀疑这个药 王明阳 王阳明 王阳明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他的弟子叫 徐爱的 他去问那个王阳明 王阳明是一个 中国很著名的哲学家 他说 我们现在这个 讲道德的社会 都知道要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是好的 孝敬父母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我看到的都是 没有去孝敬父母 知道和行为是两回事情 王阳明就讲了一句话 说知而不行 视为不知 就是你好像是懂 但是你不去做的话 可能你真的不知道 这是什么 圣经的教导 我们好像都知道 但是我们不去行 那么我们到底是知道 还是不知道呢 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上帝的应许 我们为什么不去行 圣经的话 我们可能很熟悉 其实撒旦也很熟悉 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 撒旦带到 带耶稣到一个殿顶 他对耶稣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你就跳下去 然后他讲了一段经文 主丰富你的使者 托住你 你就可以跳 大概就是那么一着 免得你的脚落在这个石头上 弟兄姐妹知道 这个经文出自哪里吗 哎呀 我们的圣经没有撒旦数 哪一章哪一节 这个魔鬼撒旦非常的熟悉 他告诉经上记着说 有主的使者会拖住你 你跳吧 雅各苏也讲过 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吗 你信得不错 魔鬼也信 却是占经 魔鬼也信一位上帝 但是魔鬼 他不会顺服上帝的话 他不会去听上帝的话 去行上帝的话 还是和上帝作对 站在上帝的对立面 接下来的雅各苏的经文说 你们这些虚伏的人 你知不知道信心没有行为 那是死的吗 教会可以看作是一个一间医院 可以做这样一个比方 上帝借着我们的教会 借着上帝的话 去照料 去喂养 去看顾那些受伤的破碎的 关键是我们这些愿意来接受治疗 愿意来生命改变的人 来到教会以后 我们听到了上帝的话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可能最让传道人感到欣慰的就是 当弟兄姐妹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说 今天的话 上帝的话我听进去了 我明天要去行 那个木迪 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上帝赐下话语 不是让我们获得知识 而是改变我们的人生 只有去实践 去遵行上帝话语的人 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改变 弟兄姐妹 你把你的房子盖在哪里 凡盖在磐石上 那个房子就是坚固 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人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风吹 那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它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 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 那一个聪明人 愿神赐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赐下你的话语 让我们有话可以去听 你的话是真理 主要也帮助我们 有能力去行你的话 遵行你的话语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你在圣经当中 告诉我们 既然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当尊祂而行 在祂里面生根建造 祈求天父帮助我们 得到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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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